今天我要读的绘本故事是 蜗牛的日记 介绍介绍我自己 名字是蜗牛 性别不分男女 持绳同体 但我喜欢当哥哥 年龄保密 最讨厌的话 慢你太慢了 最大的愿望 长出一双翅膀 最得意的是 和前组虫比床鞋 最怕的是 和蚂蚁比爬树 和马扎比跳高 最幸福的是 和家人在一起 3月29日 再有三天 就是我们家大喜的日子 因为有 100只小蜗牛就要出生 我们家要添 100个小宝贝了 虽然蜗牛持绳同体 但是在我家 我管一只 大蜗牛叫爸爸 管另一只 大蜗牛叫妈妈 今天 我和爸爸妈妈 高高兴兴的出门去 4月1日 我们走了好久 终于来到一片仕途地上 爸爸说 4周前 你妈妈在这儿 产了100颗卵 今天这些宝贝该出生了 妈妈喊 宝贝们出来吧 小蜗牛们从仕途里爬出来 叫着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不停地答应着 哎哎哎哎 我让他们叫我哥哥 因为我想当个很牛很酷的大哥哥 4月8日 我们一大家子终于回到了家 爸爸妈妈准备了103只蜗牛的饭菜 蔬菜沙拉 果皮捏耳饼 白菜叶巧克力 橙子面包 我们排着队打饭 一只小蜗牛把饭撒在了地板 哇哇大哭 99只小蜗牛都跟着大哭 4月10日 我们的爸爸很重视幼儿教育 他要我们从蜗牛的种类学起 爸爸打开了一张图 白玉蜗牛 葡萄蜗牛 亮大蜗牛 灰巴蜗牛 散大蜗牛 果糖蜗牛 4月16日 今天我们举行彩绘大赛 起来了好多蜗牛 我们蜗牛壳的形状和花纹都不一样 有宝塔形 圆锤形 球形 还有左旋壳 又随壳 我们在壳上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还画了好玩的图案 5月12日 我们蜗牛不愿担心早晨要早早起来 去唱太阳当头照 因为我们白天休息 晚上才活动 一点而也不费电 我们不需要光亮 要是人类像我们一样生活 会节省多少煤炭和电啊 我想这个树木字一定是这样子的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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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6日 我捡到了一张纸 上边写着 法式蜗牛 中式蜗牛 落蜗牛 公保蜗牛 我认识蜗牛 两个字 可是别的字我不认识 我问妈妈 妈妈说 你只要认识蜗牛 两个字就行了 别的字不用认识 妈妈为什么不教我认识那些字 那些字太难了吗 6月12日 今天我出门去散步 遇到了两只小鸡 我把身体塑回客里 愿连夜分住了客口 小鸡在我的壳上啄啊啄 我有点儿痒 说吃不着吃不着 小鸡跑了 我一点饰饿也没有 6月18日 我们家有309只牙刷 备用就有206只 鲨鱼一生能长一万颗牙齿 我们一出生就长了满嘴像牙齿的东西 有人叫它瓷舌 我觉得还是叫牙齿比较好听 我们必须认真刷牙 你想想我们的牙齿要是坏的 要多少个牙医给我们治 就算这一颗牙齿花一块钱吧 这三万颗牙齿 要花掉爸爸妈妈多少工资啊 6月29日 我不喜欢这几类东西 在他们的图片上都打得叉叉 长翅膀的 舌头长的 带刺的 还有萤火虫的幼虫 它们都是我们的敌人 会吃我们 我们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我真没觉得自己有多好吃啊 7月12日 会飞的萤火虫像小星星 看上去很美 我很喜欢看它们 但是我们要躲着那些还没有长大的萤火虫 因为它们一旦发现我 就会吃掉我 要是我告诉它们 我喜欢它们 我喜欢它们长大后的样子 它们会不会吃掉我呢 7月18日 今天我正趴在一片叶子上吃饭 插叶盒我都被装上了车 放进了冰箱 在冰冷的冰箱里 我不知道睡了多少天 才被人从里面拿得出来 慢慢的醒了 我们蜗鸟会都明 要是把鸡鸭和鸟放进冰箱里 它们还会醒来吗 肯定不会 它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8月16日 我的肚子底下会分泌粘液 粘液干了会闪闪发亮 我得拐着弯走 让鸡鸭和那些孩子找不到我撒亮的脚印 我想我可以当特种兵 就是在丛林里伪装潜负的那一种 8月18日 今天千祖虫来我们家做客 他笑我说 啊哈 你们蜗鸟没有脚 我们千祖虫有几百只脚 我们说好一起去公园里散步 我都散步回来了 千祖虫还没有穿好鞋 啊哈 没有脚也很好 做一只蜗牛很快乐 9月19日 我们全家一起去大厂里看桃花 你也许会问 现在是秋天 春天桃花才会开 为什么现在就要走呢 因为我们走得慢 秋天开始走 走到了春天才能看到山林里正在开放的桃花 10月28日 谁要是动我的触角 我的触角就会收缩 要是我的触角生得很长 那就是说明明天就是好天气 今天我们的触角生得多长啊 只要你们别动我 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 祝你们快乐 这是一只小蜗牛慢慢慢慢的发出的祝福 好了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就读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听更多的绘本故事 可以到我们的频道订阅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